MH-17航班 并配合调查,但俄罗斯官方予以全盘否认,发新社报道,欧洲外交市误负责人莫格里尼,在一份通告中,呼吁俄罗斯承认,在马航克基被毁事件中的责任,并全面予以配合找到责任人。 北约组织密书厂斯托尔滕贝格也在一份声明中要求俄罗斯接受委空南事件,应承担责人LDQO,并全面配合国际调查。 北约密书厂表示,责任者必须为此负责,荷兰为首,包括澳大利亚、比利时、马来西亚和乌克兰在内的国际联合调查阻调查人员 5月24号公布,击落MH-17航班的三毛巨导弹来自驻扎,在俄罗斯库斯科的俄军第53防空导弹旅,荷兰和澳大利亚。 星期五、5月25日,矛头公开指向莫斯科,表示他们将就马来西亚航班MH-17被击落一事,让俄罗斯承担法律责任,并寻求赔偿。 此举意味著该事件将进入国际司法程序,但俄罗斯对相关指控,予以全盘否认,俄外交部长拉布洛夫周五在于荷兰外相,电话会谈时反驳称,荷兰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足以对俄罗斯构成谴责,并称有关指控具有政治目的。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报的经济会议上,被问及俄罗斯是否与击落MH-17航班的导弹有关时,他回答说LDQUO,当然没有。 2014年7月17日,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17航班客机从荷兰阿姆斯特丹史吉普机场飞往吉隆坡国际机场途中,在套件俄罗斯边界乌克兰岭空内一末米高空时,被导弹攻击,已至空中解体,坠毁。 机场283名乘客和15名机组成员全部临南,在越南的298名乘客和机组人员中,大多数是赫兰人,此外,还有澳大利亚、英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公民。